今天来聊聊数码三坑里作为玄幻的耳机 摄影器材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实在的画面 电脑甚至还有专业的跑步软件 而耳机和音响动不动就是什么解析力下潜动态生长相位 乍一听感觉没有句人话 并且听觉本来就是一个很主观且没有办法被记录的感受 那么在这么玄幻的背景下 我要如何和你安利这款难卡给我的 低延迟长续航A3降噪入耳式大单原生无线蓝耳机呢 支付宝到账 先不要划走这条视频给你一个选择耳机的入门指南 首先要从我手里的这两款耳机说起 耳机也遵循着抵达以及压死人的概念 什么复合阵膜什么圈铁 无论什么黑格机就算你有很高的解析力 但是在声音层次的表现上都是不能和大单原媲美的 这样的耳机就可以说是耳机里面的最初形态 开放式的大单原 基本上就是把两个喇叭放在耳朵的两边 缺点就是变现性比较差 并且开放式的设计也导致了不隔音的问题 如果你在户外想要隔绝噪音 可能你的音量在别人那里听起来就和手机外放差不多了 不过如果是在室内享受音乐 这样的选择还是很不错的 入耳式先天在隔音和低频上的表现就会更加出色 但是在声音层次上的表现会比较愚显 很多厂商会在调音上增加高频来模拟出一个比较有层次的声音 就好像相机宽容度不够的时候 给高光和暗部填充一些颜色一样 修饰了声音上的不足 1000年的时候这条H5还只要1500块 这两天我看国行只要800多 从调音的角度来说真的挑不出什么毛病 很好的平衡了中高低频 调音这个东西这么玄学 也是因为要面对的是一个混沌的体系 轻音发折动全身 这里的功底需要很多实践和经验的积累 也是这些老厂大厂为什么配置并不是很高 但是能卖出高价的一个底气 最后就是今天的主角南卡Air 首先它具备当下很多主流的配置 翻盖的充电盒加上入耳式的设计 虽然说没有什么新意 但是也挑不出毛病 低延迟长续航 安心降噪 通话降噪 大单元 真无线蓝牙 该有的都安排了 我认为这就是一款主打听感和性价比的产品 外观方面有黑白两个配色 我个人更倾向于黑色 整体的外观也比较低调内敛 40分贝的ANC主动降噪功能 工作原理就是捕捉周围环境的声音 再去发出声音来抵消这个声波 必然是会影响到音质的 但是如果你能听到明显的噪音 估计你也没有心思再去感受音质了 实测除了在通行的过程中 有一定的隔音效果 在气修店和厨房也有不错的表现 在关闭降噪模式下 谈一下它真实的听感 13毫米的大单元带来了不错的低频 适量富有弹性 并且不是那种让你感觉很塑造和累赘的音韵 并且强化了高频带来了更好的层次感 不过在一定程度上也牺牲了声音的还原度和临场感 整体算是温暖愉悦而不廉价的风格 用量算是比较扎实了 但是在调音上面还是有一定上升的空间 这里强调一下 大家买了入耳式耳机 一定要试一下不同尺寸的耳塞 找到合适的耳塞低频会有很大的提升 至于其他的功能也算是在目前这个价位里配置比较齐全的 这里不做赘述 2021年了 通话续航稳定性延迟这些肯定都不是问题了 正经的厂家都已经进入了比拼听感和降噪的阶段 如果你是喜欢听歌追剧或者打游戏的低调人士 这款耳机可以给你带来不错的体验 而且绝对吊打滑翔北的顶配 毕竟滑翔北的耳机很大的成本是放在模仿外观和模拟功能上的 能不能模仿到位先不说 宣称的1比1条音其实大多数版本都是做不到的 一般都是廉价的动词大词 真的不如加减钱买个像A2这样正经又好用的耳机 我是能拍回收的七叔 记得点赞关注哟